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话题 很多人都说 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很稳定的 每年的GDP都有6%、7% 但为什么咱们感觉到现在挣钱就越来越难了呢 还有一些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现在的经济形势就像股票市场 指数在一点一点的上涨 但是个股呢一片绿 炒股的都挣不到钱 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比较形象的 也很说明问题 一方面国家的经济确实在增长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另一方面挣钱的难度越来越大 今天我们就从经济学的角度 从理论上来深刻的剖析一下 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 但是光讲理论它非常的枯燥 我们还是先用例子来向大家解释一下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以前是一种粗方式的增长 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 挣钱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一个工厂一名工人 每天只能生产100件产品 但是工厂的老板想提高GDP 就要求工厂每天生产200件产品 它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个就是我再招一个工人 两个工人一天200件 另外一条路就是我给这个工人任务加倍 我多付一倍的工资 让他一天给我生产出200件产品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看 工厂的GDP增长了一倍 但是作为工人来讲 收入也提高了一倍 要么是一个人拿到了两份工资 要么是两个工人都拿到工资 这是以前咱们的经济增长方式 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了 改成集约式增长 精细式增长 它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 就是这个工厂的老板 投入了100万进行技术改造 首先老板花的这100万 已经进入GDP了 经过技术改造之后 工人的劳动强度没有增加 但是生产率却提高了 一天从100件提高到了200件 作为工厂来讲 我这个GDP已经提高了一倍了 但是工人的收入你能提高一倍吗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生产效率提高了 老板不裁员就不错了 你还指望能拿一倍的工资 想得到没 所以说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 有很多工人就享受不到 社会同步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你看社会上的GDP从100件产品变成了200件 增长了一倍 再加上老板投入了100万 GDP增长了一倍多 但是工人的工资呢 没有显著的增加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 为什么GDP增长 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挣钱 这就要说到我们身边经常见到的各种实体店 其实给我们这种经济不好的感觉 很大一部分程度 就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这些实体店 换句话说就是个体创业者 你像小饭店 小服装店 小干洗店 包括一些小公司 他们这些年的生意啊 日子都是非常难过的 你像一些原来在国际上有名的一些市场 深圳的华强北 义乌的小商品集散市场 这些年呢 商户倒闭 比比皆是 有些地方甚至是人去镂空 有朋友就问了 这么多实体店倒闭 难道对GDP 它就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呢 还真没什么影响 因为咱们国家 这个GDP的计算方式啊 一些小的个体创业者 他们很多是不计入GDP的 我们中间有朋友 如果你是开过小公司 和干过个体户的 应该都知道 我们要么是不纳税 要不然就是按照固定的数额 去纳税 即使按照固定数额去纳税的话 应该纳税的比例 也是远远低于我们 实际应该交的那个数 原因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实实在在交税的话 早就不干了 对吧 国家在计算这一块GDP的时候啊 对于不交税的一些个体劳动者啊 你像小公司 还有一些个体户 基本上是不计入GDP的 GDP啊 按照咱们国家的 现在的计算方式 税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定基准 你没有税收的计入这个GDP啊 基本上就不算数 如果国家在计算GDP的时候 把这些第三产业 从事个体从业者的这些 所有的经济体都纳入GDP的话 那么咱们国家的GDP增长率啊 最少是在8%以上 但是客观环境啊 种种的制约条件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被纳入国家的GDP统计数据当中 你想 发票 没有 对吧 投资多少 盈利多少 无从考证 有经济学家这样估算啊 中国的个体从业者 80%以上是没有被记录GDP考量的 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啊 即使有一天咱们身边所有的个体从业者 小饭馆啊 小理发馆啊 单洗店啊 这些身边的小实体店 全部都倒闭了 那对于咱们国家的GDP来说 顶多下降一个百分点 了不起了 这两个方面的例子就造成了现在一种现象 国家的GDP每年都在增长 经济呢 每年也都在增长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挣钱的大环境越来越差 说完了例子 接下来咱们就要用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现在挣钱越来越难 这个话题了 咱们在初中的时候都学过政治经济学这一门课 政治经济学里面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是挣钱的基础 谁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 那谁的挣钱能力就越强 作为我们个体劳动者来说 什么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呢 第一就是我们自己 第二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脉 第三是我手里有多少钱 对于一个公司和团体来说 生产资料第一是政策的导向 第二是你这个团队的领导者 核心人员和你员工的数量和素质 第三是你这个企业有多少钱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 我总是把钱放到最后一位 其实你具备了前两点 如果你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钱是最不成问题的 了解了生产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现在挣钱越来越难了 以前挣钱相对容易 那是因为第一政策上还没有太完善 各方面空间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社会上的经济体 各个人之间我们拥有的生产资料 相对来说比较公平 差距不是太大 咱们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就是房地产 在三十多年前 房地产这个行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 只要你有野心 你想干 你就能干 朋友们不要觉得我这个例子举的有点夸大 现在咱们中国最少还有一亿人 他们是居住在当年只有几十万资产的小地产公司 所开发的楼盘 但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连万科 碧桂园 这些大鳄都在瑟瑟发抖 市场环境很不好 更不要说小公司了 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力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因为经济学的规律告诉我们 随着生产的发展 生产资料会越来越趋向于集中和垄断 这在经济学上叫做马太效应 也叫做强者横强 有一些经济体会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 它的挣钱能力会越来越强 相反 有别大部分经济体生产资料会越来越少 挣钱能力会越来越弱 这在经济学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边际效应 这就造成了一边越来越强 一边挣钱越来越难 为了说明生产资料的意义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开了一个小饭馆 沙县小吃 我的生产资料是什么呢 第一是我自己 然后还有一个厨师 两个人 一个小店面 即使我再努力 我的盈利也不可能超过王府饭店 根本原因就是拥有我拥有的生产资料太少了 王府饭店拥有的生产资料太多了 从刚才我们举的这几个例子和理论上的分析啊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国家确实经济增长的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钱不一定是你我挣的 到底是谁挣了呢 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职业和你不一样 比如说公务员在银行系统工作的员工 在大型的国企工作的员工 还有在一些不错的很大的外企那些员工 你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 当我们在抱怨这几年前越来越难挣的时候 他们的收入最少都是增长了30%以上 也就是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 一些拥有很多生产资料的经济体 他们的挣钱能力会越来越强 作为我们个体来讲 特别是小公司 一些个体创业者开实体店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竞争力越来越弱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要出现的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确实是作为一个小个体存在的 怎样在这场经济变革中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 答案也很简单 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扩展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 第一个生产资料就是我们自身 提高自身的素质 这是我们拥有最大的生产资料 第二个就是拓展我们的人脉 当你拥有的生产资料 比竞争者更强的时候 你就有获胜的机会 有些朋友可能说了 那我这个自身能力的提高 我自己感觉到难度比较大 我拓展人脉的能力也有限 那么怎样才能在竞争中争取一个好的地位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投身于生产资料多的团体里面 换句话说 进入大公司 进入大的国企 进入一个好的单位 用他们的生产资料的优势来保护自己 最后呢 我想用一个小小的例子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从日本旅行回来 我们在聊起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有感慨 说日本人做事啊 简直是太精细了 我们这个旅行团开车的司机 在我们都去旅游的时候 他呢 拿着布把自己的车擦的是一尘不染 每一个座位都擦到了 其实我想说啊 日本人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么精细的 他们是被逼的 日本的整个产业结构是早就已经转型了 只有自己比别的竞争者做得更好 才能保护他们这一份饭碗 整个的社会结构和风气已经要求你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是呢 与其让社会大潮推动着我们改变 还不如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去改变 然后迎接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大潮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的节目 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评论转发大流不胜感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